这位是很厉害的来头啊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啊 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啊 这来头大吧 我呢是初二学历的农民工 他说这个控制于强的父母啊 体现在哪三个方面 一般的说要治病啊 得知道得病的根由 就可以治这个病了 要不然的话你治不了这个病 就是怎么产生的父母控制于强 如果不知道这个东西 只在这里瞎忽悠 没有用的朋友们 也许有用也不强 也不大 那产生控制于强的东西呢 要介入基督教呢 就是他有天父在地之父 其实他已经摆脱了这个东西 你看有人不太接受这句话 也许有也许没有啊 哪一句话就是啊 你今天进入了这个这里啊 你听天父的在地之父 你要忘记 你看他就没有这个 控制于强不强 已经完你要忘记他了 就是别翻这一篇了 你要翻开新的篇章 这个意义很大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不可能有人可以翻开这一篇 他就给你一个多的观察点 如果没有在天之父是谁呢 其实就是现实权利 也就是这个皇帝 父亲 这样这么经历的角色 父亲的这个父母的控制于强 一半来自于人性 一半来自于亲之 因为我们没有上帝 我们只有凯撒 是吧 他只好考虑这一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